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1月21日 签署一系列行政令中包括一项 要求按照美国疾控中心的建议 国际旅客在抵达美国后必须隔离7天 并至少在起飞前3天接受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该行政命令将于1月26日生效 拜登当天签署的其他抗疫相关行政令还包括 要求乘客在飞机、火车、公共汽车和机场 佩戴口罩、升级疫苗供应链 成立新冠疫情检测机构 还有旅行指引、学校开放指引等等 拜登还公布了抗击新冠疫情的国家战略 他表示情况在变好之前还会恶化 下个月美国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可能会超过50万